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第三章中,我们了解到很多摇杆平台 摇杆传感器是摇杆平台中的最核心的部件 今天我们开始讲第四章摇杆传感器的内容 本章包括了视节 即传感器的组成结构,摄影成像内的传感器 扫描成像内的传感器,以及微波摇杆与成像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摇杆传感器的定义和组成 我们在第三章学习过摇杆平台 了解到摇杆平台是用于安置各种摇杆仪器 使其从一定高度或距离对地面目标进行探测 并为其提供技术保障和工作条件的运载工具 卫星是对地观测的摇杆平台的主力 例如,这个视频展示的是 欧洲的哨宾二号卫星在太空中运行 实现对地观测的过程 哨宾二号呢,英文是Sentino II Sentino II卫星搭载由一个多光谱的传感器 缩写为MSI 如视频中左边部分所示 MSI可以实现地球表面所反射的电磁波的测量 包括收集量测和记录 它是Sentino II卫星搭载的主要的摇杆传感器 我们待会儿还会了解其他的摇杆传感器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摇杆传感器的定义就是 收集量测和记录 从目标反射或发射来的电磁波的仪器 是摇杆技术系统的核心 摇杆传感器包括了很多的硬件模块 在结构上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根据摇杆传感器 获取第五电磁波信息的流程 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包括采集器、探测器、处理器和输出器 其中采集器也称为收集器 这四个部分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第五的电磁波信息 首先经过采集器 到探测器和处理器 最后到输出器 采集器的功能是采集第五辐射来的能量 例如照相机的透镜、扫描仪的反射镜等 仍以前面讲到的Centennial2卫星的多空谱传感器 MSI为例 请看右边的视频 从地面反射来的电磁波 进入MSI的透镜 MSI设置了一个比较先进的三反射镜 消散散系统 一共包含有三块反射镜 大家从电磁波的反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反射镜由碳化硅制成 从而可以减少成像的畸变 提高成像质量 除了透镜、反射镜外 对于多波段的传感器而言 还需要有分光的元件 把光分解为不同波长的光波 典型的分光元件有能镜、颜色光杂等 刚才咱们提到的多光波传感器MSI 内部也设置有分光的元件 此外 还有利用光的干涉原理的干涉元件 以及能够从某一束光中 透射或者反射特定波长的元件 绿光片 探测器的作用是 将采集的辐射能转化为化学能或电能 常见的探测器有光明探测元件和热明探测元件 例如早期的感光胶片 就是把辐射能转化为化学能 光电管、光电倍增管、光电二极管、光电晶体管等 都是将辐射能转化为电能 热明探测元件 包括激化音、低格拱、热明电阻、热湿电等 都是将辐射能转化为电能 我们来看看 Sentino2卫星波红波传感器的探测器 大家请看右边的视频 当地面反射的辐射能 经过三反射镜消散散系统后 回到分光元件 这个就是分光元件 被分开的可见光近红外的辐射能 和短波红外的辐射能分别被两个对应的胶平面所探测到 这两个胶平面就可以将辐射能转化为电能 导感传感器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处理器 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 处理器的主要功能是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处理 例如对感光胶片的显影、定影处理 对电信号进行放大、滤波、调制、编换处理等 第四个部分是输出器 它输出获取的图像或者数据 典型的输出器包括摄影胶片 时代记录仪、扫描赛像仪、音级摄像管、电视显像管、彩色喷墨仪等 了解了摇杆传感器的定义和组成 我们再来看看摇杆传感器的分类 根据分类的原则不同 摇杆传感器有多种类别 例如按照摇杆传感器获取的电磁波的能源来源 摇杆可以分为主动摇杆和被动摇杆 因此摇杆传感器也可以相应地分为 主动摇杆传感器和被动摇杆传感器 主动摇杆传感器它会主动地向地表发射出电磁波 然后接收地表反射回来的电磁波 例如雷达就是追剧代表性的主动摇杆传感器 被动摇杆传感器它记录地表反射或者发射的电磁波 那么地表反射的电磁波主要能量来源是太阳 例如可见光 近红外 摇杆 地表自身发射的电磁波 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热辐射或者微波辐射 例如热红外摇杆和被动微波摇杆等 按照结构原理来分 摇杆传感器又可以分为非图像类型的传感器 摄影成像类传感器 扫描成像类传感器 微波摇杆传感器等 非图像类型的传感器 常见于用于地面观测的仪器 例如咱们常见的地固光谱仪 红外辐射计等 对于卫星平台而言 非图像类型的传感器 常用于大气探测 在气象上应用是比较多的 例如美国AQUA卫星 上面就搭载有AARS等传感器 这个AARS我们可以点读为AIRS AIRS就是面向大气探测的 大气红外探测仪 摄影成像类的传感器 例如咱们常见的数码相机 我们在下一个知识点中会详细地讲到 扫描成像类的传感器 对于卫星平台而言非常常见 例如我们前面讲到的 欧洲Sentino II卫星的 多光谱传感器MSI 以及常见的 AIRS卫星系列所搭载的 TM、ETM+,等 都是扫描成像类的传感器 微波摇杆传感器 又包括主动传感器和被动传感器 主动传感器 例如合成空景雷达 我们在后面的知识点中会讲到 被动传感器 例如搭载于日本的 全球环境变化观测卫星 GCOM-W1的 被动微波辐射计 AMSR2 这里的AMSR2 我们可以简读为AMSR2 它就是一类典型的 被动微波传感器 按照工作波段来分 摇杆传感器 也可以分为 可见光近红外传感器 多光谱传感器 高光谱传感器 热红外传感器 微波摇杆传感器等 这里请大家回顾在第二章中 学习的电子波谱的相关知识 在可见光近红外波段范围内 设置由多个波段的传感器 我们一般将其称为多光谱传感器 例如Nanisys AIDS 卫星所搭载的 陆地成像仪 L-L-I 就是一个典型的 多光谱传感器 它在0.4微米 到2.3微米范围内 一共设置由9个波段 另外 Nanisys AIDS 卫星搭载的 热红外传感器 TIRS 在10.6 到12.5微米范围内 设置由2个波段 它是一个典型的热红外传感器 如果波段非常多 例如数十个 乃至数百个 波段之间的间隔很小 这样的传感器 就是高光谱传感器 例如美国的 EU-1卫星 所搭载的 Hyperion传感器 在0.4微米 到2.5微米范围内 设置由220个波段 它是一个典型的 高光谱传感器 本知识点中 讲解了 摇杆传感器的定义 组成 分类等 请大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查阅不同类型的 摇杆传感器 在后面的知识点中 我们将讲解 典型 摇杆传感器的 工作原理 谢谢 点赞传感器 感谢观看